特區政府的公共工程除了超時、超資、質量差的三大特點之外 還存在一個項目規劃設計緩慢的問題 來到醫院由2010年確定選址之後 一直到規劃到現在七年 除了護理學院之外 醫院主體工程還未曾夠開始動工 新中央圖書館也從回歸初期開始策劃 拖了超過十年 才終於拿出方案出來 石牌灣學校由2012年開始策劃 拖了六年才剛開始動工 探仔北安碼頭由拍板上馬到建成 前去都搞了十幾年 而輕軌是更大劑 由2009年確定方案拍板上馬 歷時十年才僅僅可望在離島通車騰騰轉 何時能夠伸延到來澳門半島 完成第一期的輕軌工程 更加是天曉得 即使是抽著主管這個部門的司長 也都是老康都集不出油 幾時 幾多錢 一律無法作答 白許 這些戰績放在任何文明社會 都是一項奇蹟 但澳門人可能已經見怪不怪 變得習以為常 最多只是視為茶餘飯後的笑話 但真的應該這樣嗎 上述這些個案只是隨手舉來 當然是冰山一角 但從這些個案就可以看到 都出現項目規劃時間超長 因而延誤了整個工程的啟動 在澳門最快的公共工程是甚麼呢 我們看到人工島上面澳門關檢大樓 一年多時間就建成 為甚麼 因為正如俗語所講 無眼使乾淨盲 連設計 連興建 整個工程項目批了給內地工程公司 中間跳開了規劃設計的階段 工程就進展神速 這個也不是個別例子 好像澳門大學橫琴校區 一百多萬平方米的土地 建成龐大的校區 連填海 連規劃 連設計 連興建 也只是用了三年左右的時間 就全部落成交付使用 同樣是避開了規劃設計 在澳門官僚系統中的磨增 才能夠有這個速度 很明顯 規劃設計的進展緩慢 是造成了澳門大型公共工程 啟動遲緩的主要原因 是值得我們認真檢討的 對比之下就很容易發現 將整個工程連規劃 連設計 連興建 批給外地公司 就明顯能夠加快建設進度 到底是由於當局 除了提出項目要求之外 其他殺手不管 完全相信成建實體的規劃 和設計能夠滿足要求 還是在邊設計邊興建過程中有參與 但因為有成建實體的牽引下 而令特區政府的官僚系統 也要加快步伐來配合追趕工程進度 這就是值得切實去考慮的 應當指出 本路大多數較大型公共工程的項目 都在拍板上馬之後 卻多年未能動工 而其中主要的項目規劃 和設計需時不合理的緩慢 當局應該是徹底去檢視 整個項目設計的流程 到底有甚麼關鍵的環節 是存在結構上的阻滯 從而打通關節 經常說徵兵選證 兵不能夠徵 最少證是必須要選 此外也有另一個問題 我們也有注意到一些大型的項目 特別是專業性質的較強的項目 好像離島醫院傳染病大樓 乃至已經建成使用的人伯著醫院急診大樓 它的設計進度都是異常緩慢的 好像傳染病大樓更拖了十幾年 才完成相關設計 其中有個說法是因為本地有這個經驗 能夠承擔這個設計工作的服務提供者不多 所以往往只能夠以邀請標方式 邀請所謂有經驗的公司來落標 設計效果好不好就是後話 但是最少就是設計時間超長 對工程開始構成極大的延誤 或許本地能夠提供這個服務的可能真的不多 但是以這類的項目 相信在國際上有很多具經驗 能夠提供這個設計服務的公司 如果透過國際性的公開招標 相信總會被局限在本地幾個公司 糖水滾糖魚來選擇會更加好些 多謝